AR 增强现实 是将数字信息实时地和现实世界叠加在一起的技术 常常和斜杠一起出现在VR的旁边 理论上AR的未来应该是Tony Stark 是可以自由交互的全新语相 再不计也得是Aloid Focus 可以实时扫描获取目标全方位信息 但现实是大家接触到的最有知名度的AR应该就是 2016年的Pokemon Go 这个其实不够AR的AR游戏 其他可能还有定点更准确的AR游戏 AR自拍 AR马利欧赛车 我最早接触AR应该还是3DS附送的AR小卡片 第一次玩还挺受震撼的 跟VR头盔一戴上就进入虚拟世界的强沉浸感不同 我们最熟悉的AR以小游戏的形式 活在手机和掌机的小屏幕里 被增强的现实和我们总有一臂的距离还不够近 这个距离必须缩小 AR眼镜似乎就是唯一的出路 显然巨头们也是这么想的 谷歌 微软 苹果 Facebook Meta都没有放弃AR 从2013年的初代谷歌眼镜到2019年微软的Hololens 2 AR眼镜正在慢慢成长 他们或限量或售价高昂都没能打动普通消费者 那么时隔10年2022 AR眼镜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吗 找到了 但跟人们设想的很不一样 这是Nreal X和Nreal Air 出自国内唯一一家还对AR有很强执念的公司 Nreal之手 一个想探索AR理想中的形态 另一个虽然是不完全的AR 但却是一个更成熟的产品 先说Nreal X一个全功能的6DOF AR眼镜 也几乎是唯一一个普通人也能买到的真AR眼镜 和微软 Hololens 2一整个大头盔相比 Nreal X的体积和重量都要小很多 因为Hololens是一个包含了电脑电池等等全部功能的一体机 而Areal则需要通过一个Type-C线连接手机使用 把这些重负荷的运算和电池都托付给了手机 只负责传感器摄像头和AR显示 把整个AR眼镜的操作系统的软件 打包进了手机上的一个APP里 这个APP既是操作系统 也是浏览器 还是其他AR应用的启动器 一进入这个APP会有一整个悬浮在空中的半透明界面 你既可以让它跟随你的视野保持在画面的中间 也可以让它待在固定的位置不动 是一个完全的加强现实界面 这个时候手机的触屏自然而然变成了触摸板和空中飞鼠 可以滑动和点击 这个设计还挺聪明的 反正眼镜本来就要连接手机 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增强现实可以玩些什么 爱奇艺和咪姑都为Nreal定制了专门的AR版 做法都是中间的大屏幕周围加上更多菜单 形成空间多屏的包裹感 观影和看球比直接投屏要方便一点 这里有一个叫穿梭门的APP 可以让人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 进入到同一个虚拟空间 进行一些社交的小互动 还有一些AR应用和AR游戏 大部分都比较像AR的技术demo 也是目前大部分AR软件的现状 这些AR游戏离我比较喜欢这个叫Table Trenches的塔房小游戏 它和其他塔房游戏比最AR的地方就是 它上来就会要求玩家扫描桌面和地面 然后放置一个棋盘 可以靠近去观察战场的各个角度和细节 挺酷的 但是它和环境的互动就到此为止了 其实想到AR游戏 我本能就能够想到的 最浑然天成的 最有趣的就是 游戏王 因为它的设定就是用卡牌召唤怪物的全新影像 合情合理 AR简直就是为此而生的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试试吧 这个是游戏王的一个卡包 叫做Ghost from the Past Second Hunting 它是一个扩展包 应该是全部都是闪卡的 游戏王的爱好者群体特别广泛 其中也不乏能人意识 有一位ID叫 Crown Crop的独立开发者 在2020年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简称为Project Atom的demo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全称是增强现实即换式卡牌游戏体验 增强移动应用 可以识别卡牌图案出现对应的3D模型 后来它从demo出发 又做了两个APP 这是什么东西啊 Dog 这个是黑魔导女孩 Ghost Rare 但这个闲鱼上它可以卖到2000多 后来它从demo出发 又做了两个APP 智能决斗目镜和智能决斗盘 这两个APP互相协作 决斗盘在手上负责抽牌打牌 目镜负责渲染3D模型 显示在AR眼镜里 哦有了 好中二啊 但是好爽 虽然小动画还比较粗糙 但这种梦想 哦不对 幻想成真的感觉 真的很酷 尤其是个人开发者 能做出来基本的功能就已经相当厉害了 主动接下Konami的责任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海马赖人 Croncrop说 它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两年 也不知道接下来还需要几年才能完成 目前在Patreon上只有44个付费订阅支持者 和其他个人开发者比简直少的可怜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真的没什么人有AR眼镜 你看 这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一个AR硬件 要有很多健全和能促进购买的独占软件和生态 才能成为一个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产品 而一个硬件平台 必须有足够多的装机量才能对开发者产生足够大的激励 AR的硬件销量和软件生态变成了一个先有机还是先有弹的僵局 只有Meta和苹果这种巨头可以靠亏钱卖硬件砸钱补贴开发者 强行用钱蹚出一条之前没有的路 后来的小厂才有两可乘 那ARIO只是一个初创公司 走不了巨头的路 于是他们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ARIO AIR ARIO X是一个6DOF眼镜 意味着它可以感知6个维度的运动 XYZ轴的旋转和XYZ轴的移动 而ARIO AIR是一个3DOF眼镜 少了XYZ轴移动的感应 也就是说ARIO AIR去掉了一部分AR定位的能力 但我实际用下来AR确实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产品 我没有说它是更成熟的AR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头戴显示器 比X更轻便 画质更好 价格还便宜一半 AR的大部分地方都和X很像 但设计更贴心 眼睛的Type-C线变成了可拆卸的 眼睛的外观也不那么黑可帝国 像个普通的时尚墨镜 眼睛腿的下方有一个很小的扬声器 音量可以通过右手眼睛腿的按钮调节 有多种鼻托可以选 如果近视 可以直接在Nreal的公众号里定做镜片 整个就更像一个考虑了用户体验的成熟产品 AR和X除了连接手机进入AR空间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的功能 就是投屏模式 这个模式下 眼镜可以被识别成普通的Type-C显示设备 任何有Type-C DP输出的设备都可以直连 比如某些安卓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其他的可以通过一个Nreal官方推出的 Lightning接口和HDMI接口适配器来连接投屏 比如iPhone和Switch 当你用iPhone连接的时候 眼镜会直接进向手机的屏幕 打开支持投屏的APP 就会进入类似AirPlay外接显示器的模式 称满16比9的屏幕 连手机最合适的还是看视频看剧 Aerio Air的屏幕是两个1080p的超小索尼Micro OLED屏幕 在墨镜的上半部分通过一个光学模组 把画面折射进人眼 这些超小的OLED色彩非常艳丽 亮度也超级亮 我基本调到50%就刚好 46度的视野范围相当于在4米的距离 看着一个130英寸的屏幕 就算是坐在电影院的剧幕前也是很前排的位置 1080p听起来不多 但因为光学原理和VR差别很大 实际上看着相当锐利很难区分出单个像素 挺意外的 如果想要更纯粹的头显效果 还可以装上这个眼罩 完全挡住所有背景光 更像VR的感觉 我自己一般不会用 因为能够看到外界还是挺方便的 操作手机的触屏顺手拿些东西 不用非要摘下眼镜 外出坐车或者坐飞机 眼镜尺寸小 比笔记本和平板都还要好携带 显示效果和屏幕尺寸也好于便携屏 这些是这个眼镜理论上的最优使用场景 但对我自己来说 它实现了一个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那就是躺着玩游戏 大家如果躺着玩过游戏就知道 双手举久了一定会酸 Switch都显重 何况Steam Deck 我想过买一个投影仪打在天花板上 投影仪摆放位置是问题 或者用一个支架把显示器架在空中 但没有足够稳定的支架 还有各种方案 没有一个能合理实现的 但是这个眼镜竟然解决了所有问题 我现在可以直接躺下 通过一个USB线连接Steam Deck和眼镜 不需要其他任何线和额外电源 就可以把Steam Deck放在腿上 看着大屏玩游戏 而且真的非常有益健康 你可以跟那些躺椅 人体工学椅 电竞椅 懒人沙发 全部说再见 使用最人体工学的姿势 平躺 当我把头靠在沙发的靠背上 发现还能看着大屏幕玩游戏的时候 感觉就好像我这20多年 让我的腰椎和颈椎白白受罪了 当然不止Steam Deck 它还可以直接接游戏本 21neo 或者用HDMI转接Switch PS5和Xbox 因为HDMI格式的问题 暂时还不止持 不过Ariel告诉我 后续会很快更新固件来解决 暂时可以本地串流到手机上 再用手机连接手柄和眼镜玩 那么2022年 AR到底在一个什么位置 我的话会倾向于说 AR仍然是一个先于时代的概念 虽然看着已经近在眼前了 但还没到 差一点 所以Ariel X是听起来更酷的产品 它比HoloLens和Google Glass都更有性价比 也比Air离混合现实 AR虚拟世界 元宇宙 这些很高级很酷的热词靠得更近 但Air我用得更开心 它更轻更小 体验更无痛 价格更低 2000出头的价格 即使只和市面上的便携屏和其他头戴显示器比 也是性价比炸弹了 是一个对更多人更合理的产品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